花蓮縣結安鄉斯達岸部落發展協會 第一屆第二次會員大會在慶豐社區舉行 協會理事長余桂美她說明年度的活動盛事 包括了社區關懷、政令宣導、文化推廣 要營造快樂的幸福家園 理事長余桂美、率領者協會理監事們 讓大家認識吉安鄉斯達岸部落的精神 同時也辦理了113年度 花蓮縣吉安鄉斯達岸部落發展協會 第一屆第二次會員大會 還說明年度的辦理各項活動 包括社區關懷、意見、政令宣導、文化推廣 讓會員們了解協會的用心和努力 我們是吉安鄉斯達岸部落發展協會 今天的活動是我們第二次的會員大會 我們的主人、我們的理監事 這一年來對部落、對協會的一些貢獻 大家都很認真 所以我們去年有做一些各項的一些大的活動 我們的部落有分吉安、福新、南華、清風 所以我們的會員也是來自不同的村別 來做這樣的認同我們這個協會的一個事蹟 所以我們去年在7月15號我們第一次就辦理我們本會的議檢活動 我們還是要延續支持我們還是要延續繼續為我們的主人做事 所以呢我們再次的感謝我們的理監事 有關明表示吉安鄉斯達岸部落發展協會 也在下半年度規劃辦理原住民傳統美食研習 原鄉支禮日游、樂火健康操等重大活動 在關懷如人之一也要讓協會村民能夠開開心心的辦理活動 共同來打造幸福快樂的家園 首先,我們要來自我看一看 我們就去參與 我們就去參與 好,我們會聽說 我是誰,我會聽說 我們要做的夜間 我們要收音樂 我們要做它的夜間 我們要做到夜間 我們要做什麼 我們要做的夜間 我們要做的夜間